轻轻了自己 认识了江湖 认识了自己的这个行业 我发现自己是渺小的 微不足道的 所以我想把自己 融在更大的这个集体当中 经历了种种波折的王沛宇 更加成熟 他对传统金剧的现状 也有了新思考 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台下看戏的 比台上唱戏的人少 王沛宇意识到 自己不能只当一个 京剧演员 更要肩负起传播的重任 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让那些还不知道 自己喜欢京剧的人 有机会亲近京剧 感知京剧的美好 如何让京剧传播 顺应新时代潮流 王沛宇开启了 一步步的求索之路 这三五年 我经常会上一些综艺节目 然后在上综艺节目之前 还有过一段漫长的 传播京剧的道路 QQ全微讯群 党校 寺庙 佛学院 复联图书馆 等等 只要有人的地方都去 有没有效果啊 有 但效果并没有这么好 我只知道 我这件事必须要做 一个讲座 连说带唱 要讲两个小时 很累的 甚至不一定有效果 但是当你看到 从来没有接触过京剧的人 因为王沛宇的分享 而开始对京剧有兴趣 我觉得这件事情 比任何收入啊 名誉啊 都来得有价值 很多人开始认识我 他们因为王沛宇 而了解到京剧 然后买票进剧场看戏 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 很多观众说 京剧很好看 很有意思 很精彩 但是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叫好 当时我演了一出戏 叫《地理图》 三将军生来 爱多烈心 现在大家听起来 哎 气很足 对吧 唱腔跌宕起伏 应该叫好啊 你们都会叫好 我在演 台上演的时候 没人叫好 好尴尬 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啊 我唱完戏 回去反省了好几天 我想 对 我做了培育的工作 做了 传播的工作 但是忘了 我们要等待 等待粉丝 变成京剧的观众 这个道路是很漫长的 不要急 慢慢来 后来 我可以说 是因为那些 完全不知道 京剧是什么的人 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启发 我觉得 我应该站在一个京剧小白的角度和立场 带领大家成长 成为京剧观众 很多的年轻的大学生 他们知道京剧 但是对于京剧特别有意思的 很有魅力的地方 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比如说 我们京剧的念白 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 是无感的 好 我们就找一些网络用语 用京剧的念白 来讲你熟悉的话 那小船船 吹你胸口 好害哦 感觉人生 已经到达了电风 强度不负 救护你 我不信 你这个糟老头子 坏得很啊 我觉得 本来 传播京剧 只是我个人的需要 后来发现 这是行业的需要 再后来发现 这是 所有人的需要 这是一个 特别值得 做的事情 所以今天 我就停不下脚步了 不断地在 全国各地 还去讲京剧 在 我喜欢京剧 学习京剧 投身在京剧艺术的 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当中 我想我把 我的青春 奉献给了京剧事业 我会继续 坚定地走下去 因为通过我们的努力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 黑头发的年轻人 走进了京剧的剧场 有一句话叫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还需努力 我想说的是 你们不来 我不敢老 怕花般遮眠 怕美情脸 没接着吗 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